各位,大家都記得剛剛過了星期六 2022年11月19日 在Corrado有一個同性戀的酒吧 發生了一件超級大型槍擊事件 總共有5個人死了,17個人是受傷的 這件事我跟大家報了 這裏想和大家看看這個槍手的爸爸 說什麼 這裏就是,我想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到,我聽得很辛苦 他說已經嬰兒了,不過我播給大家看 這就是槍手的爸爸 他聽到人說,他兒子在同性戀人喝酒的地方 他聽到慘了 後來說,不是 他不是在那裏,和人們搞同性戀 而是開槍殺人 他就,咻 哎,幸好 幸好他不是同性戀者 殺死了5個人和打傷17個人 是嚴重一些 或是同性戀者 很明顯在這個爸爸的眼光之中 殺死了5個人,打傷17個人 不算嚴重 最重要是他兒子 不是同性戀者 唉,我真是 我真是沒有話可說 接著在這個後面 亦可以播到另一個日 這個,樣貌也挺好 好,他就說一些話 完全沒有腦 就說,那些在那個夜店裡 被人殺死的那些 一定是沒有證據證明他們是基督教徒 還有他們是不信耶穌的 現在好了 他們就會永遠在地獄裡 播個消息給大家看看 對,那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人 自己是聰明的 這是 Reyna 因此在 有掉下來 我們要不如 我們要不禮貌 做得更多 Jesus Christ is the Lord of their life they are now reaping the consequences of having eternal damnation and that is far far greater and we should be having that conversation instead of just the tragedy of what happened to the body we need to be talking about what happened to the soul and the fact that they are now in eternal separation from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and instead of just the tragedy of what happened to the body we need to be talking about what happened to the soul and the fact that they are now 好了,他又說 那五個死了 他的身體就失去了 但是他們因為沒有信耶穌 所以他們的靈魂就慘了 要永遠在地獄中 一個這樣的宗教 是不是真的值得信呢 這個女士好迷好貌 不過想不到 一路指垃垃圾